台湾女歌手李子亭去年参加 内地一个歌唱节目 而开始人气上升 这日她回到台北举行签唱会 虽然天公不造美 一度落起大雨 但仍无感粉丝到现场应援的热情 令李子亭十分感恩 早前和前妻爆发连串是非的歌手郑和言 这日亦有现身买碟支持 被传媒问到对方已回复单身 有没有发展的可能 李子亭就斩钉切铁地说 对方不是自己喜欢的类型 我自己内心目前很想合作的就是 最像 真的吗 真的吗 没有完全没变 一直都是最像 我真的超级爱最像 她这次除了新歌语也听到爆 我就是帮忙刷榜的其中一位粉丝 其中一个 那你这样一直喊话 你有做实际的行动吗 我真的不敢 对我好怕 我是真的会怕 怕哪个部分 因为我觉得她的地位对我来说是非常的高 就是可远观而不可泄完烟的那种概念 所以我就不太敢主动去跟她聊天啊这样 这有没有什么 厌遇之类的 哇你知道我做这行 我要厌遇真的是太难了 你知道以前可能就以为说上节目遇到一些比较好看的男艺人或是男歌手也许会来个厌遇之类的 而只能努力工作 好 好 谢谢观看